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在瑞士日内娃讨论了包括西藏自治区藏人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人权恶化情况 人权活动人士对发生在西藏的自焚和虐待政治犯事件感到担忧 他们相信对藏人随意进行关押、审讯、判刑、使用酷刑和让藏人消失已经成了惯用手法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政策和行动官员埃琳娜·盖塔在接受印度的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采访时说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记录了2009年以来的14名在关押期间受折磨而死的政治犯和137起自焚事件 自2012年和2013年年初习近平掌权以来我们目睹了西藏人权状况的恶化 人权状况恶化设计许多不同方面 既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 也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比如宗教自由是我们极为感到担忧的问题之一 我们一直关注和报道有关言论和集会自由等方面的问题 现旅居瑞士的九美加措以前是一名西藏政治犯 他说西藏将摆脱中国的占领获得自由 这是藏人的运动 他们斗志很强 因此西藏肯定能够获得自由 这需要一些时间 但真理终将取上 我自己作为自由斗士 我的斗志更为高涨 我没有丧失任何希望 中国对其在西藏的铁拳政治辩称到 在1950年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之前 这个偏远地区极度贫困 经济停滞 人民受到奴役和残酷剥削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